平常的时候,每个枝干挨着地面,底下留出两三个芽,然后剪掉 现在这五个枝干全剪掉了,我们看一下下面有几个芽 看这一棵,这边有一个,这边也有一个,每一棵都留着两个芽 这个是十万红,连这个枝干的皮都是紫红色的 这几个枝干明年最低得发出十个枝,明年的时候我们把它控制在八个枝条左右 枝条太多的话长势也不好,长不起来 这棵本身就长得挺壮的,但是平常以后明年会促使它长得更好 我们秋天的时候,会把一些长得不旺的牡丹全部平常,第二年会长得更好 这些剪掉的结碎,我们拿回家把它架结 架结成小苗在种上,现在剪掉的全部都是手腕红 这样我们种的时候也是很好去分,不会弄错 看这个剪掉的这个枝干,每一个枝干底下都起码有两个芽 虽然现在看着不明显,但是这么高,往下面最低就有两个芽 明年这是,明年得发出十个枝干,明年得修剪 春天的时候修剪也特别重要 把这底下的枝干,每个枝上面留出一两个吧 留最粗壮的,弱的就剪掉了 还有这颗苹果茶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枝干上的芽 这里有一个,应该能看到,这个是芽 这边也有,这边有一个 这里是一个,这里一个 还有这边也有,几乎每一个枝干上面都有两个芽 明年的时候,明年春天的时候得好好地修剪一下 这些手腕红的结碎,都可以用来架结牡丹 这有点弱,要挑壮的用 这个,这个就特别壮 前段时间很多朋友跟我要这个架结碎 前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来捡这个牡丹 也没有时间平茶,没有时间架结 这两天刚腾出空,就赶紧架结牡丹 然后今天捡了一些结碎,晚上去架结 还有朋友想要结碎的话,可以提前跟我说一声 发货的时候,我就多放两只,多放两个 看这个手腕红的结碎,这个枝干比较高 我们可以把它剪成三段,每一段有两个芽 起码能架结三个架结苗 明年又是一片牡丹